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昭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昭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许周云教授所写的 美国六十年创伤 副标题叫做一个华人的见闻 美国六十年指的是许周云先生 他在1957年秋天从台湾去到了美国 进入到芝加哥大学去攻读进修 从此之后他在美国有非常深的渊源 从那个时候算到现在 当然已经超过了六十年的时间 不过这本书 虽然书名标题叫做六十年创伤 又加上副标题 是一个华人的见闻 不过实际上这本书比较接近是 藉由许周云自己在美国的长期居住的 这样的一个经验 跟他的过程 他为我们写了一本对于美国的一番简介 而且因为许周云先生他的身份 跟他的专业 所以这一份简介一来 其实他并不是那么样的次专性 里面跟他自己在美国的遭遇 当然有关系 但不完全那么样的直接 更不是那么样的多 另外在对美国的看法跟介绍理解上面 许周云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他当然会回到历史上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面 这本书是对于美国史的一个历史学家 特殊的整理 意味着因为他自己 并不是专攻美国历史的 所以当他在写到美国历史的时候 他是放在比较属于尝试的层次 然后呢 依照他自己的专业 把他分成了几个不同的领域 告诉我们他所看到的美国 或者是建议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认识 来理解美国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让我们认识美国是怎么形成的 美国如何建国 更重要的是美国如何从原来的 最早是东北的13州 或者是13个殖民地 又一步一步的往西部扩张 开始到了中西部 再一直到了太平洋岸的西部 这是美国的开疆辟土 这一段的历史 然后接下来呢 许多元先生帮我们介绍 美国的农业 美国的工业 这都是跟美国的变化发展 是有关系的 这也都是相对 是生产面向上面的描述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看到 照这本书的第七章 会有美国的经济运作 帮我们介绍 经济在美国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形态 或者是进一步的延伸 因为美国的关系 所以19到20世纪 整个全人类的经济的模式 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冲击 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特殊 美国市作为一个殖民社会 吸纳了大批的殖民 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 所产生的特别的问题 许多恩先生就用了第五章跟第六章 来为我们描述 为我们分析 美国的多族群 还有他的社会问题 也是因为来自于社会时的 这样的一个关心关怀 第八章跟第九章 会特别讨论 城乡差距 还有另外一个是阶层的问题 或者是阶级的问题 再下来是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的文化脉络 还有到第十二章以后 基本上许多恩先生就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一路进入到了现实里 所以先是分析了 从二十世纪的后半年之后 美国时代潮流的变化 然后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 到了第十四章 这也就是倒数的第二章 那就是描述当前现实的美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所以如果是大家对于 包括现在在面对中美贸易大战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大议题 大新闻的时候 对于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还有更关键的是 美国如何在二十世纪崛起 成为这世界上面的重要的强国 压倒了原来这些欧洲的 老牌的大的国家 另外到了1989年 冷战结束了之后 美国更进一步了 如何拖开了原来冷战 双强对峙的这个局面 变成这个世界上面 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霸权 这些都跟今天我们如何认识 为什么美国跟中国之间 会有这么严重的角力冲突 都是直接密切有关的 大家如果是兴趣的话 许多云先生的这本书 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进入去理解美国的一个 基本的一些尝试的基础 那这个尝试的基础 当然也就联系到 他有谁放在什么样的眼光 用什么样的资格来描述 为什么 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 许多云先生如何留下他对美国的印象 他的过程背景是1957年秋天 这我们刚刚提到了 许多云先生他就从台湾跨过的大洋 到了美国进入到芝加哥大学去念书 在1962年到1970年当中 他一度回到台湾 在台大历史系里面工作 教书 但是到了1970年 他又离开了台湾 再度去到了美国 这次去到美国 他就不再回到芝加哥 他到了宾州的披兹堡去定居 然后长期担任 宾州州立大学 披兹堡分校的历史系的教授 他也特别提到 即使是在1962年到1970年 在台湾的这八年当中 因为工作单位分配的职务呢 他还是经常往返在台湾跟美国当中 所以整体来说 从1957年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有机会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 近距离的观察美国的动静 这60年来的演变 当然不会只有美国有变化 但是在这60年当中 美国是现代世界的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美国到后来变成了 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个领导者 以及行数者 包括像这60年当中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的许许多多的变化 都跟美国 包括美国的政治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流行工业 都是分不开关系的 许州立大学先生 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 是因为他怎么去到美国 这是值得描述 因为跟我们今天想象 去到美国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应该可以这样讲说 他叫做漫船到美国 他怎么跟漫船 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因为在他之后 大多数的留学生 包括今天我们作为观光课 或作为旅行者 我们去到美国 理所当然我们想到的 就是搭飞机 即使是许多云的那个时代 或比他还稍微早一点 要去到美国 也都是搭快轮 或者是客轮 直达美国 但是呢 许多云却是搭了廉价的货船 作为一个附带的乘客 因此他这一趟旅程呢 非常非常的漫长 因为他不是直接从台湾 然后呢 就越过太平洋 去到美国 他搭的是货船 所以货船呢 他载了货 在这边要上货 那边要下货 停了好多不一样的港口 因此穿过太平洋 去到美国 整整花了他 57天的航程时间 在这个航程的过程当中 他度过了太平洋 穿过了巴拿马运河 然后从大西洋的那边 登陆美国 他离开他的书里面 有这样一段文字 离开基隆码头 黄昏的时候 航向菲律宾 沿着台湾东海岸 眼看台湾 从绿色山林 逐渐退向西边水平线 渐行渐远 蹭托西天云彩 网如扶置在太平洋 淡灰色海坡上 一盘墨绿色的盆景 第二天 进入菲律宾附近的海域 远岛重重 净雨平坦 又游珊瑚礁湖 一圈白沙 中间一红避水 种种地形 错落布局 船行其间 目不暇挤 所以他的第一站 先到了菲律宾 然后在这里 他就观察到 菲律宾的劳工 菲律宾的劳工 基本上都是为了 美国货运单位工作的 因为长期以来 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 然后白人职员 跟菲律宾的助手 彼此之间有一个 非常非常清楚的 主奴的 不平等的关系 港口一般的人民 简陋的居住环境 对照着白人代理上的 巨傲的态度 和鲜明的衣着 对我而言 不再意外 因为我在中国过去 租界这些对比 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只是在当时 是美国属地的菲律宾 两种文化 两种民族的强烈对比 很难理解 号称尊奉上帝的国家 对待已经独立的 旧日属地人民 依旧不平等 可以说这是 他的第一次的 真正的美国经验 可是他去到的 不是美国奔兔 跟别人不一样 他先去到了 美国的前殖民地 旧日的属地 菲律宾 然后从菲律宾 再下来第二站 就到了夏威夷 潭香山 这又是一个 像美国 但又不完全是 美国的一个地方 1957年 这个时候夏威夷 还没有正式成为 美国的一州 夏威夷 本来是一个 独立的王国 当时美军在这里建了 海军机队 就是最有名的珍珠港 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太平洋战争 就是由日本 偷袭珍珠港而开始的 可是美国租借珍珠港 当时还是跟 独立的夏威夷的王国 跟他们国王 签订正式的条约的 不过不知不觉当中 独立的王国不见了 1957年 当许卓英 去到夏威夷的时候 夏威夷是介于 殖民地跟领土之间 一个不清不楚的 代管地 然后他们回忆 六十几年前 到达潭香山的 那个景象 他说 到达潭香山 已经是半夜 不能进港 只能抛锚海上 谭香山市区灯火并不灿烂 只是市区背景 一线山丘 几条弧形灯光 应该是住宅街道 仿佛串串明珠项链 靠泊的地点 离珍珠港很远 当时的谭香山 虽然是观光的港口 还并不繁华 船只不多 从码头区进入市区 也就不过数百尺的距离 接着就是一片草地 当地的徒女 呼拉伍迎客 观众寥寥寥无几 他用这种非常迂回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 才去到了美国 中间经历过了 美国的前殖民地 美国的托管地 这是一趟 的确非常难得的旅程 也因而对于美国 留下了很不一样的印象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美国六十年船上 一个华人的见闻 六十年的时间 让许卓云能够观察美国 然后写了帮我们认识美国的 这样一本入门的尝试的书籍 不过毕竟这六十年 还是留下了一些特别的印记 这本书没有太多自传型的内容 但是他交代了 他怎么开始认识美国的这一段 这中间是有特别的深意的 因为1957年许卓云去到美国的时候 他既不是搭飞机 甚至不是搭直航的快轮 去到美国 他花了57天的时间 在一艘货船上面 显然因为费用可以低很多 在那个货船上面 跟随着货轮 一路晃啊晃啊 停了好多不同的站 花了57天的时间 才从台湾去到了美国 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美国的文化 跟美国的社会 产生了一些暧昧有趣的关系 比如说他第一站 先在美国的前属地 前殖民地菲律宾停留 他看到了菲律宾人跟美国人 或者是留在菲律宾的美国人 白人之间的这种 非常非常强烈的阶级差异 上下阻弄关系 第二站他去到了美国代管的 由美国代管地位 同样是非常暧昧的夏威夷 在夏威夷呢 停泊了两天 主要是为了维修跟补充饮水 然后借这个机会 许多云他回忆 他参加了一个小小的观光团 人家是去观光 搭着吉普车 在城外转啊转 但是60年之后 许多云记得的 这也会牵涉到他怎么看待 美国历史跟美国的文化 还有美国这个国家 他记得的是什么叫做大田广众 也就是有那种大片的农业的生产的这种模式 这跟中国小农的生产方式是形成了那么样强烈的对比 他说这个参观来都感觉到农业跟工业是如此紧密的结合 因为在一个门外面是一大片的甘蔗甜 甘蔗甜甘蔗收成了之后 立刻就送到了旁边的酒厂去生产兰姆酒 去生产rum 生产这个由糖浆所酿造发酵所制造出来的兰姆甜酒 然后呢农业跟工业结合在一起 对比中国传统小农多角经营的农业 这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什么叫做agri-industry 就是农工业 由资本主义专业经营的这种大量生产的规模 跟它的性质 在徐作人的信源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比对照 因此他在帮我们介绍美国的时候 除了美国历史的开端开疆拓土之外 马上到了第三章 这本书就进入到美国农业形态的变迁 美国农业的形态 把生产的最基本的基础 做了非常全面的描述跟整理 离开了夏威夷之后 这个货轮再接下来就要通过巴拿马运河 从太平洋进入到大西洋 所以非常有意思 他虽然是越过了太平洋 去到了美国的西岸 但他并没有在美国的西岸登陆 随着这个货轮呢 他要先走巴拿马海峡 然后进入到大西洋 他就描述了怎么进入巴拿马运河 记得巴拿马运河 这条运河是美国初前打造的 而且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 是由美国管理的 也因为这样 巴拿马这个地方 名义上它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但它的政治受到美国的控制跟影响 是非常非常全面而且透彻的 所以我们甚至讲说 它的这三战是美国的海外势力 三种不一样的形式 他描述通过运河的时候呢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最重要的部分 是从西岸进入到了闸门 闸门接水 把这个数万顿的货轮 升高到山顶的湖边 然后再开峡口进入到巴拿马湖 然后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峡门 在这个峡门之后呢 接着是降水落到大西洋的水边 因为太平洋跟大西洋 两边的水面高度不一样 太平洋这边比较低 大西洋这边比较高 所以用这种方式 才能够让船可以过去 这个经验一艘船 这样一趟要花整天的时间 而且更重要的 这是人类现代工业科技的一个 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能够把四五万吨的船只 连带的货物 借着水抬高数百尺高 把船只进入闸门 当闸门关闭的时候 从船边呢 仰望天空 那真的觉得自己是井底之娃 这也是第一次亲身体会 现代的技术 能够运用的能量 有多么样的惊人 有多么样的庞大 这条运河是美国的生命线 同时也象征了美国临驾 整个美洲的霸权 要绕到大西洋这一岸之后 接下来再往北走 57天之后 他才到达了Baltimore 这是他真正登陆美国的地方 这个Baltimore呢 在恰萨比克湾 航行了又将近一整天的时间 才到达港口 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内湾 如此深而宽 而且两岸这么样的平坦 只有这样年轻的时候的 徐作人产生了一个感叹 这个感叹也贯穿在 他对于美国的描述上面 那就是上帝对美国不保 天造地色 开了这样的一条航道 全世界其他地方 没有这种条件 美国对自然条件上面的优越 当然不止仅于恰萨比克湾 在美国的整个国土上面 包括美国农业 之所以能够开发出 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形式 都跟那么优越的自然条件 是有关系的 这个用这种方式 去到了美国之后 许多云进入到 芝加哥大学念书 念完了博士学位之后 一度回到美国 一度回到台湾 但是接下来 他又到了美国 长期担任 披士堡大学的教授 因为他有这样的 非常特别的美国的经验 所以当他在写 美国的描述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东西 显然我们不可能在 其他的英文的著作 或一般的美国人 说写的美国介绍上面 能够看到的讨论 例如说 他会特别关注 美国的多族群的状态 尤其会帮我们关注 亚裔在美国的情况 所以他就在他的第六章 介绍美国的时候 特别介绍美国的亚裔 美国亚裔人数不少 而且亚洲人的教育程度 在美国的所有的族群当中 可以跟西欧中欧移民的 这个水平差不多 尤其是中国人跟印度人的教育程度 可能是美国各族群当中 具有大学学历者 比例最大的群体 华人目前依照2015年的 美国人口普查Census 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 大概有2100万 华裔是500万 所以是所有的亚裔人 人口当中最多的 接下来接在后面的 印度裔大概有400万人 菲律宾裔大概也有400万人 亚裔的华裔 华人 美国公民跟移民 居住的地方 最主要是加州 纽约州跟夏威夷 宾州 也就是 曲州云长期居住 辟斯堡所在的地方 大部分是集中在 费城有比较多的华人 还有就是他所在的 辟斯堡 然后接下来 也就是借由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稍微比较集中的讲了一下 辟斯堡的华人 华裔的状态 华人到达辟斯堡的时间 相当的早 在19世纪的中叶 就有华人从西岸 进入到了 达斯堡 为什么会从西岸来呢 因为在1860年代先后 两个历史的因素 在书里面也帮我们讲的很清楚 影响了大批的华人 来到了美国 一个因素 是美国这个时候 正在开拓西部 尤其是在建筑铁路 建筑铁路最艰难的一段 那就是要越过山林 打通到西岸的这一段 这一段必须要在山里面艰苦的工作 而且要运用火药 有非常非常多的危险 在这种状况底下 其实不容易找到工人 但是有一批工人 因为这样 他们来到了美国 变成了铁路工人当中的主力 这群人为什么愿意去承担这种工作 因为他们是从中国流离出来的 怎么流离出来呢 因为太平天国之乱 太平天国之乱被收拾了之后 有许多 尤其是来自于广东 广西的参与了太平天国 在太平天国当中的这一群人 他们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很难继续待得下去 再加上因为他们本来就来自于 有移民风气的广东 或者是稍微内陆一点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从广东 圆圆的搭船离开了中国 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去到了夏威夷 再从夏威夷就到了美国 所以美国西岸 当时因为铁路开发的关系 就集中有了不少的华人 这群人到了19世纪 再晚一点 他们就从西岸来到了Pittsburg 所以呢 大多数都是修筑跨大陆铁路系统的 这些华工和他们的后代 早期这些华人 他们的后代呢 大部分都是担任开洗衣店的 或者开小杂货店 他们被欧洲族群跟甚至是黑人的工人排挤 所以他们只能够开洗衣店 或者开中国餐馆作为谋生的资源 但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些中国人在美国 他们被迫也非得要相当相当的团结不可 所以他们就例如说以各个不同的姓氏 对他们来讲 变成这个宗族的团体组织 或者是有这种工所工会 来集结让华人可以 当你面对了一个不友善的一个社会的时候 你有所依据 有所依赖 所以这也是许多云在他看美国的时候 因为他自己的60年沧桑的经验 而有的一种新的不一样的特别的观点 这本美国60年沧桑 其实写的是美国300年来的历史 以及在这个历史状况底下 如何打造出当前现在的美国现实 如果过去对美国没有比较深度的认识跟理解的读者 这是让你可以比较全面的观照美国 体会美国 了解美国的一本好书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 我是陈妮珍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的心情飞起来